十年移工骑车双载外出朝域远景跳车分头逃逸 乌方分局远景日前执行夜间勤务时 发现了名骑车双载的男子疑似是逃逸移工 正准备上前蓝茶对方竟然就加速逃逸 过程中骑车的男子还突然跳车 由后座乘客接手骑 然后呢这名跳车的男子就拔腿狂奔 跑进了一旁农田 远景第一时间只能二选一 最后逮捕跑到体力透支的男子 移送台中专情队 远景执行夜间巡逻 就在停等红灯时 发现一辆双载机车居然红灯右转 立即开启警铭追上去蓝茶 停一下 去哪里 红灯啊 你要去哪里啦 男骑士一度假意配合 最后居然急催油门绕跑 远景赶紧跟在后头 来到七四快速道路高架下方 男骑士突然跳车往一旁巷子狂奔 机车则由后座乘客接手骑走 独自一人远景只好先锁定汽车男子 没想到下一秒 他居然冲进一旁农田里 远景发现男子往四德路上逃窜 立即前往四德路250号附近 成功发现他的身影 男子明显跑到体力透支 被远景当切上铐 警察身份果不其然是失联移工 该移工身份为一名籍男子 于四年多前以工作签证的名义来台 预期拘留 男子讯后被移送台中专情队 而后来骑车逃走男子 警察也是失联移工 目前夹学警方布下天落地网 要尽速将人逮捕归案 这就是说陈姐台中报道